第三想说的是 如果从长期来看 因为毕竟我们现在的平均年龄 已经达到了80岁 从长期来看 如果包皮过长 长达二三十年 四五十年的时间 那么最终有一天 它一定会出现问题 那么根据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来看 很多的这种包皮过长的病人 在大概五六十岁以后 逐渐地因为长期的 慢复反复的这种炎症 慢慢出现了包皮的轮缩 到最后的话 包皮就很难能够上翻下去了 就会导致出现这种包皮欠钝狭窄 到最后的话 可能到了很大的年龄 七八十岁甚至八九十岁的人 还来做这种包皮手术 那么实际上 就是因为长期的生殖健康 没有得到关注 那么最终有一天 产生了这样的问题 这个是想和大家一起分享的一些感触 请不吝点赞 炎症中的